大家好,6月22日是端午節 經過3年的疫情之後,今年的端午節龍舟競道比賽又再復辦了 我懷著一個很興奮的心情,在6月17日去屯門政府合署拿票 為什麼要拿票呢?因為如果你要去看龍舟競道,一定要憑票入場,就會方便很多 我今早大概10點就去到44區青山灣避風塘看龍舟競道 講開屯門龍舟競道的歷史就非常悠久了 以我印象中有代確,44區避風塘應該是第三個地點舉行龍舟競道 一開始根據文獻的記載,1977年就已經有龍舟競道 當時應該是在蝴蝶灣,即是微填海的屯門的時候比賽 跟著就在安定村對出的海面,現在田莊海變了少林苑 所以屯門龍舟競道,跟著有2個去三勝村避風塘 再去萬能角對開的海面,到現在44區 所以如果這樣算,應該是第四個地點,44區避風塘 以往的看台是用棚踏的,捉棚踏的 但現在已經有一個榮舊的看台了 聽完前輩屯門王子鄧英文先生旁實之後 我解釋一下什麼叫中龍 中龍一般是有20至24個人去坐牌 中龍,大家欠兵龍舟 排龍舟除了講球,鼓聲和協調之外 獎要齊之外 另外就是中龍來說要講球的耐力和體力 因為去到最後末段的階段 你耐力越強,就可以頂到其他對手 從而勝出這場比賽 反觀大龍就不同了,大龍有56至60人參與 他們所講求就是每一個選手的質素和爆發力 以及講求戰術 以及鼓手一密鼓的時候 他就要去加快 或者不密鼓的時候去留力 是要收放自餘的 所以大龍不是那麼容易去賽 講球的技巧是更加高的 因為大龍是有56至60人去比賽 所以要組一隊都是一件比較困難的事 在這場比賽 偷過嗎? 平了就偷過了 以往呢 要保存一隻龍舟 是要賣到海底的 因為木頭很容易腐爛 但是現在有龍舟酒店就好很多了 因為閒閒地 一隻龍舟是說六位數字的金錢 再聯繫選手 其實你賽一場龍舟比賽 是要賣到很多錢的 而龍舟酒店 也是屯門近龍古湯的一個地方 專門擺放賽好的龍舟 剛剛忘記說給大家聽 比賽的賽道是400米長 講一下端午節的起源 端午節是紀念楚國的私人屈原 屈原一生為國家好 獻祭於楚淮王 但是楚淮王就聽了蠶神的建議 又排擠了屈原 屈原屈屈不得志 憂覺憂聞 到最後就為國而犧牲 跳綱自盡 所有人因為屈原這個舉動 而感動 所以就為了屈原的屍體 不讓魚吃 所以他們就把種 丟到河裡 讓魚吃了這種 就不會傷害到屈原的屍體 菜園才可以拍 熱到iPhone都沒有電 iPhone停機 現在在陰涼的地方才可以拍到 大龍的氣氛 的確非常之澎湃 為什麼每一次龍舟徑道 都有很多船 甚至是等船圍在旁邊 主要是擋著風浪 讓賽道浪頭不會打得那麼高 比賽的時候 就在一個很波平 圓鏡的水面上去比賽 有沒有聽過一句說話 叫做未吃五月總行 衣味入籠呢 就是說因為 端午節之前 尾到夏季 所以天氣的變化都很大 如果你把冬天的衣服放進去 突然變冷的話 你就不夠保暖的衣服穿了 所以通常人們 就是看著端午節來收衣服 當端午節過了之後 就把冬天的衣服放進去衣櫃裡 那就萬無一失了 最後 中間喔 中間哇 中間的衣服 強烈ぇ 中間很重要 中間我們很答應 用風門往3ju 下了這個星期雨,今天端午節的天氣簡直是熱死人了 因為都很曬 但是你看著這個九徑山上高又有黑雲 又很怕會下雨 但是當你的話風一轉,看去另外鳳凰山、大棟山這邊 就風和日麗 所以整體上的天氣是非常之好的 天公做美,因為一星期內就不停下雨 但是這次終於放晴了 每一次賽大龍之前都有很多準備 你看到每一架大龍上面都有一架很長的等船 專門給選手去補給、去北水、去做加油站 所以如果你是有能力去出一條大龍 其實你的熟會都應該是很加勢的 當然我所說的加油的意思就是為選手振奮士氣 你看到清聖堂有兩個人拿著上面的葉 灑到每一個選手的頭上 應該是有些恥福的作用 在三年前曾經屯蒙龍州征島 就發生了一件不幸的事件 就是大叔搶船船的時候 對面的龍船就撞到他 直接整個身子兜頭撞過來 所以這件事引起網上熱意 那條線最好跑 都錯失了 那條線最好跑 喂喂喂喂 4還是6 6啊捱4贏 4啊 4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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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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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避了,來了,來了,發力 兩條 近邊,近邊 好厲害 不夠跑了 不夠差了,不夠差了 今次內面殺上來了 綠色這條 今次 三趟,三趟一趟 以前有隻橋很大 現在很小 以前的鼓在中間 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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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條龍呢 他賣船就知道了 青城堂不是很厲害 這個不是青城堂 青城堂就是知道了 厲害 外面贏 太難了 後勁厲害 後勁厲害 幾磅 踩了上去 頂上去 挺漂亮 青城堂 這條龍 這條龍 青城堂 冠軍 拿冠軍 拿一杯 放一杯 放一杯 怕那個很辛苦 自己 怕 自己 很辛苦 相對大龍 中龍最後的五十米 甚至二三十米 大家都是 鬥爬回來的 什麼叫做 我俗語叫做 鬥爬龍船回來 大家都是 差不多武器 捱回來的 所以看哪個 鬥志好 耐力夠 就頂到最後回來的 有時候 看中龍就是 看這些刺激性在這裡 在這場中龍比賽之後 就會看到一場小龍的比賽 怕小龍更加要講體能 巴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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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厲害 屯門區龍舟 是沒有鳳艇的 因為鳳艇 只限女士去參加 那什麼叫小龍呢 但是屯門區是有小龍比賽的 小龍的比賽是十至十二個人 人數越少 港球的體能就更高 嘩 357很重要 三頭馬車 縮給你們看 三頭馬車 357 357 還在頂著 3號好像好一點 3號 5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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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 拍照 真的不知道誰 好厲害 來吧 很快的 大龍最好看的 嘩 又為青城堂 又是那條線 鬥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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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鬥底 翻了 那就好 六下 床 鬥este 第一,好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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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聖堂好耶,应该没了吧,应该没了吧,清聖堂赢了几次了,今天 这个奖这么厉害,不用了,这次你不脱出来,我脱出来了,金汤在水里吃到嘛, 吃着水里脱出来了,我免得等你了,脱了你,脱了你赢算了,免得追了,这边线都赢了,还要抽筋,对啊,外掉了,外面赢你,在里面,你不能说了,很重要,中间,两队,这两队很重要, 可以了,可以了,准备出来了,830人,830人,齐掌了,小三,齐掌了,哎,冠冠 好耶,冠冠 看起来 720人 哇,很厉害了,哇,好像这样的 greater feeling,啊,在阳光尺 滑了, 核二郎第三 開始來了,青城堂鬥 青城堂鬥 鬥核二郎 鬥核二郎 外面殺上來了 這邊 青城堂鬥核二郎 青城堂鬥 青城堂鬥核二郎 鬥核二郎 青城堂鬥核二郎 鬥核二郎 好看 真是好看 這真是好看 贏贏質素 頂住回來,那些人真是厲害 五龍朝 青城堂鬥核 付近,幾乎三美 鎮太多 zent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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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